好這新聞首先帶您直擊社會焦點 有民眾是吸毒吸到快賠上自己的一生 這是彰化一名四十二歲的零性毒販 沒錢吸毒 一個月犯下了十多起的竊盜案 去年底他闖入芬園鄉的一間檳榔攤 偷走了五十五萬元現金 而這筆錢其實是這業者辛苦存錢 要來為生病的爸爸治病的救命藥 好 在警方是巡線追捕 九號在花壇鄉成功逮捕嫌犯 警方衝入超商停車場 破窗圍捕車內嫌犯 下車 快下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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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嫌犯錯愕 傻眼 當場被園警拖下車制服 殺口 來來來 趴好了 出現了 我分開 警方大動作嚇壞路過民眾 一度還以為是砸車糾紛 急忙報警處理 警察 警察 那種芬圓 芬圓 對 最後其他員警到場查看 才發現原來是自己人辦案 只是須經一場 而這名四十二歲 林姓嫌犯是十二月底到彰化芬圓箱 刑切檳榔攤 偷走屋內五十五萬現金 以及三萬多元商品 他要付五十一萬多的醫藥費 領回來放在這邊被小偷偷了 而這筆現金還是業者付清的醫療費 救命前 警方透過監視器查閱 九號在花壇鄉 逮到林姓嫌犯 發現他長期吸食毒品缺錢花用 一個月已經犯下十多起且到案 警方表示嫌犯偷來的五十五萬元 三十五萬被拿來買中古車 當犯案工具 剩下二十萬又買毒買光了 嫌犯招逮 但父親的救命錢 也被花光殆盡 讓業者氣到不行 這林玉峰 正華報導